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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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上人行断阵 来啊 随我入胜与一臂之力 千斤一臂 不要乱 进行防御进行 永远欧撑 杨长蓝 你说这毒叫做万子千红 这是我们破之一毒的竞技巨毒 通过数十种无毒的药物混合而成 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藏性强 在最后一味药加入之前 毒都不会发作 而中毒者一旦接触到最后一味药 就会立刻毒化 那么之前大军中出现了武器 便是这万子千红的最后一味药 既然是破之一族的剑技巨毒 他又是怎么落到武魂帝国手中的 当年浩天宗不为自主宗门安危 我选择封门 武魂殿 便对四大附属宗门展开疯狂报复 我的包帝杨无双 在一场激战中失踪 他便是破之一族中除我之外 唯一一个懂得炼制万子千红毒的人 他便活了 破之一族一向宁置了我万 想不到 自己无同 他居然将敌人屈膝投降 万子千红虽然剧毒无比 但天斗士兵意志坚韧 若不是被妖魅的红武封闭了视角 也不见他会如此被动 既然如此 自己升光 自己升光竟不能击溃妖魅的意识 看来邪悦和狐莲娜的实力 也有了很大进步 武魂融合记下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 但是 海神之光加持下的自己升光 你还能挡吗 什么约 唐伞 第六魂巾 晚送独自 苍门暗器手法 一千零一夜 怎么可能 我的独卷对他完全无效 哼 我很小气 无双哪 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 叫他出来受死 杨无敌 这你就多虑了 你弟弟确实是块硬骨头 为了确保万子千红毒的配方 他不屑了 不惜咬蛇自尽 他那又如何 只要没死透 教皇陛下就有手段撬开他的嘴巴 精神控制令魂巾 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虽一心求死 可到头来 还是当了叛徒 住口 冷静点 杨众老 他在邀你入套 他们已经列阵完毕了 你孤身深入 必死无疑 这个唐三好兴起 他魂力耗尽 杨无敌又身受重伤 我本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却被他看穿了 既然万子千红毒的最后一味药 仅为触发之后 也就是说 我方士兵体内 已经有了此外所有药物 而这位前辈的毒刺 恰好与万子千红毒的性状一致 看来 就是你雀风宗暗中下的毒刀 天斗帝国军营 虽然守卫森严 但你周围的毒风 确实难以被察觉 这个唐三洞察力细致得可怕 难怪教皇陛下一心要杀死他 宗主 别拦我 我不允许他污辱我弟弟 污辱破之一毒 杨长老 不要趁你匹股之用 养好身体 踏日攻破武官帝国 才是对你弟弟最好的告慰 更何况 众龙的天斗大军 还需要你的救治 长门弟子听令 停止追击 御堂 御堂修筑防御工事 御堂戒备巡逻 敏堂药堂 搜救治疗伤员 继续重拐 好沉默的信心 想偷袭得手是没可能的 也罢 武魂帝国大军 已经全部撤入嘉陵关内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撤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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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